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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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股神射手 籌碼不理手 大家好 我是神准一家楊少凱 好 大盤 今天繼續跌 那我們昨天講到這裡 對不對 我說最少 最少17,233點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參加會員老師給你們什麼 但是我每天都會給我們會員傳真稿 這個都是 這個未來重點在這裡 這有空我們再來談 這個是最少 最小 合理 那我不是說行情跌下來才講 我都是事先預告 來 各位 全台灣唯一能化現給大盤走的 你要怎麼看你當然是問我 因為不會有第二個 這麼說吧 我覺得各位 你現在能看到我的節目 是老天刻意安排的緣分 表示我們有緣 那這二十多年來 我當老師當了二十幾年 如果說我們來看台股歷年的高點 這二十幾年的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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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裡我在大陸 另外 這二十幾年的高點 這個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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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事先抓的 沒有一次例外的 包含今年也是 包含去年也是 前年啦 前年這個高點 包含前年高點 我也是事先預告 都是事先抓的出來 那這個是過去的 我們就不講 來 各位 你們會覺得說 今天這個大盤拉回來 是因為外資 期貨空單壓低結算 這個是很正常 因為這是外資永遠就是 一個月跟你玩一次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辦法 事先看得出來 不是等到外資期貨 今天禮拜三 外資期貨結算 外資壓低結算 結算後呢 結算後呢 等一下我們來談 在這一天的時候 在這一天的時候 我就跟你們講過了 漲勢已經結束了 為什麼漲勢結束 各位 不是沒有原因 我不是用猜的 為什麼我能預告未來 因為你們看的 包含大多數老師看的 都是漲跌 當天漲 未來看的 當天的不是 其實任何盤面 我看的是面 什麼叫點 什麼叫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各位 這一樣 這當天的傳承稿 我們把鏡頭 稍微拉近一點 對不對 我說過了 除非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就不講了 那我們來看面 面有兩個 一個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一個是美元的指數 美元日線指數有V型反轉 代表台幣升值進入尾升 後市貶值的機率比較大 這是1月5號 對不對 1月5號我跟各位講過什麼 我說過已經出現V型反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元指數 來 各位 來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能比人家準 不是沒有原因的 美元指數現在在漲 來 我們來看日線 是不是繼續往上漲 1月5號在這裡 1月5號在這裡 我說後面會繼續漲 對不對 是不是 我是不是事先預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台幣 1月5號 台幣貶值是這兩天你看到的 可是各位 1月5號在這裡 有沒有貶值 那台幣貶值跟什麼 台幣貶值會影響到外資 就是買賣台股 台幣貶值他就賣 美元指數漲 台幣就貶值 這個叫做面 所以為什麼我看行情 能看得準 因為你們看的是 當天的漲跌 我是多角度去看 我不知道你們想得到 什麼樣的資訊 但是我講過 我認為一個老師 是要能做到趨吉避凶 不是只跟你講 好好好 那不好的風險 你如果避不開的話 你拿來有機會去迎接行情 今年跟去年不一樣 去年機會很多 今年機會也很多 但是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各位 如果我們去看去年的話 去年的低點也是我講的 1月3號我說會漲2000點 這個我都不講了 對不對 它是波段上漲 但是今年呢 今年是先下後上 你下 下你還是要逼它 有的股票會影響 有的股票不會影響 所以說風險跟機會 它是並存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把風險去避開 包括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跟大盤有關係 會跌的你要不要賣 那當然要賣啊 不然後面漲的跟你沒關係啊 會漲什麼等一下 我會繼續跟他講 我每天都會跟他講 如果時間不夠我會跟他講 這10月份的大盤夜限 我說往上是不是往上 10月份的我們就不講了 這是今年的走勢規劃 這個我都畫好了 這個我都畫好了 做什麼做什麼我都畫好了 這是在禮拜一 禮拜一我是不是說在這裡 對不對來 這禮拜一 行情講漲勢結束嘛 對不對 我們跟你講 禮拜我說在這裡 接下來是掉下去 是不是 這不是昨天 我說最少最少 合理的 合理的都寫在這裡 合理跌幅滿足 但是這只是針對這一波短修正 不是長線目標喔 這個你們要搞清楚 好了 結算也結完啊 那明天呢 明天呢 明天台積電法說對不對 好等一下再來講 明天過後怎麼走 會反彈 會反彈 但是要修正結束 它要佔上壓力 那壓力點 明天我們每天都會給各位提供 那我說過了 你只要掃描屏幕的 這個右下方的那個 QR Code 點擊這個主頁 這個內容文章 我都看到 我們只是結這個 每天的關鍵壓力 這個你收得到 還有其他的資訊 好再來 掌跌幅都可以算得出來的 這個在我們課程都有 還有呢 包含什麼 你看我 什麼商品對我都一樣 美元指數台幣 你只要是一個商品 有K線的東西 我都能事先預告 股票也一樣啊 所有的東西原理都一樣啊 你懂得通了你就通了啊 你不通你永遠嘛 不通 永遠嘛 聽人家在講漲停版的股票 要講漲停版的股票很簡單嘛 要做老師 要騙你的錢還不容易 我就每天找漲停的股票啊 我看好這檔股票後面繼續漲 漲了我就跟你講 我講過了 是不是會漲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把戲 你要看的是有內容的 對你有幫助的 來 航運 我約要跟你講 我說上方空間有限 不建議買進 他創新高 1月12號 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技術性反彈而已 還會再往下修正 那你去看一下 航運指數 今天是不是破這個低點 我在這裡跟你講空間有限有沒有錯 有沒有錯 我叫你不要買有沒有錯 我是幫你還是害你 蛤 我是幫你還是害你 我不是說不會漲 我說空間有限 我跟你講的在這裡 來到這裡很多嗎 沒有很多吧 那我是不是在 上禮拜五 我說這個叫轉弱訊號 什麼叫轉弱訊號 所有的原理都一樣嘛 股票 大盤指數 什麼原理都一樣嘛 轉强轉弱中距支撐壓力 怎麼看怎麼去抓標股 對不對 報案我們說的 漲會漲到哪裡 跌會跌到哪裡 跌也算得出來 漲也算得出來嘛 我問你 你覺得你看其他節目學得到嗎 你覺得有人可以教你這些東西嗎 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啊 是如果我不教你也學不到 我問你 這些東西能不能幫助你一輩子 能不能 蛤 能不能幫助你一輩子 我告訴你們 你要做投資想要賺錢 我告訴你們 你只能相信自己 你不要需要相信別人 你不要靠別人 靠自己才是本事 那你要靠自己你就要一技再生 這個才是你永遠的保障 我們廠定快退訂了喔 再跟你講是因為我們要訂廠定 那訂廠定就要確定人數 所以啊 就只有這一班喔 只有這一班喔 下次搞不好 八年後了 因為上次交的時候是八年前 你看一等等八年 下一次搞不好就八年後了 那這個十二個 兩天的時間 上完課我會留電話給你們 所有的學員我會留電話給你們 你們的電話我也有 我手機都以前上過我課的學員 是不是 那我問你 我跟你們講 為什麼我都能事先預告 是不是 那台灣哪個老師能做到啊 你告訴我 為什麼大家都不敢跟你講大盤 大盤又看得準不容易的 不然為什麼大家都不講大盤 大盤重不重要 很重要 大盤如果不重要的話 如果不講大盤的話 去年的 前年的這個跌下來全部套 看不懂的全部套 全部都虧光光 全部都虧了 融資買的全部虧到破產 你這個沒有避開 你哪有機會去避開這種上漲的 你哪有錢去迎接這種上漲的 有的錢你買的到現在還在套 為什麼 因為該避開的風險 沒有人帶你們避開嘛 是不是 現在我在你不用擔心 有我在 我說有我在你們不用擔心 有風險我會跟你們講 該避開的避開 該有的機會 各位我會告訴你們 今天其實最主要的看電子 這兩天撐的都是電子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電子指數 電子本來這個資深沒有破 它撐的幾天今天跌破了 當然今天跌破了跟台積電 這個跟結算 或許你會認為跟結算有關係 但是我認為怎麼樣 我認為 我認為跟台積電法說有關係 可能背後有一些什麼訊息 有人先知道 那至於台積電法說怎麼看 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但是我在屏幕的 我下午會錄一集那個 針對台積電法說 在YouTube YouTube 你想知道的 想知道的 想知道的 掃描我們的 訂閱我們的YouTube 下午的時候 我會來做一個說明 台積電的買賣點 我這麼說吧 只有兩個 哪兩個 我下午會講 那台積電目前的高點是哪時候 我是在前年 1月17號 那我們現在來看 前年的高點在這裡 這不是前年喔 前年的高點在這裡 來各位 我們拉鏡給你看 我們把時間拉鏡給你看 前年的1月17號這一天 這一天是688嘛 最高688嘛 這前年我在台灣回來 兩個月的時候我講的 我說這個叫交代高點 為什麼這叫交代高點 因為這個叫拉高出貨 目前這個高點沒有突破過吧 來你去對照一下 是不是 有沒有錯 你想不知道 為什麼這叫拉高出貨 不是只有台積電而已啊 很多股票的拉高出貨 的手法 你在外面學不到的 我說的不是多少錢的問題 我不教你一輩子 你都學不到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去年台積電1月3號 去年在這裡 放大給你看 1月3號在這裡 我們要不要找 花一點時間找啊 1月3號在這裡 1月3號在這裡 你自己去看 我說低點就低點 我說高點高點 有沒有學會 法說怎麼看 兩個時間的買賣點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的掃描QR Code 那下個階段回來啊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後面的機會在哪裡 那記得 你想知道台積電法說 到底該怎麼看 台積電兩個買賣點 在什麼時間的人 記得先掃描QR Code 或訂閱頻道 我說訂閱YouTube很重要 因為今天我會針對 台積電的法說 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好我們先休息 進一下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今年呢 有危機也有機會 危機就是從第一季開始 那當然 不是說第一季下跌 就沒有股票會漲 還是會有會漲的股票 那第一個 我說過選產業 第二個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選擇進出場實際 今年的機會還是很多 那你們手上的股票很重要 到底會不會漲 這個就很重要了 如果不會漲 你不是放著而已 我可以告訴你們 你放越久只會虧得越多 你要去做正確的轉換 好 哲略手機我們過去講過了 我就不講了 那就是說 從產業面去選股票 再來是從方法 這個都我告訴你們 這個是幫你們賺錢的方法 你不是來看我表演的 我也不是來表演給你看的 我是教你怎麼賺錢 那告訴你該怎麼賺 往哪個方向去賺 底部型態 選擇富士達 這個基本面我們都講過了 技術面我們也講過了 這個都是過去式 不是看到漲才追 對不對 可以買我都講 漲到哪裡我都講 這個已經公開的是490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半來到這裡 我會公開還沒來 今天是下跌 下跌之後還是漲 目前是518塊 9.522 還沒到我的目標 來到我的目標我公開 我說過了最小漲幅來了 我們該怎麼樣做就怎麼做 這個預告的目標價 每一檔我都能預告目標價 這個今年的是從富士達開始 從新頂之後這個目標價 新頂之後再來就是富士達 那這個去年我們說過了 30%以上的才算是績效 沒有30%的我不認為那個是績效 為什麼 因為你賺一點點錢 沒辦法幫你實現財富 對不對 富士達是低檔 超過35%的 那邀請你 未來還會有 繼續的一檔一檔 跟大盤沒有關係 你要挑的就是 會跟大盤沒有關係的股票 而且怎麼樣 而且會波段大漲的股票 有沒有 沒有 有 你不用擔心 我都幫你找好了 你只要跟著做就對了 相信我 每次30% 50%一倍 你幾百萬都能滾持幾十億 不是騙你的 是你的方法對了 人對了就是能實現 方法不對人不對 你一輩子你都實現不了 錢只會越變越少 好 我們講過了 所有的股票大家有機會的 我們都跟你找出來了 這檔股票我說過 今年會大漲的有兩種 一種是產業面有未來性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一種就是轉機 會大漲的股票都是轉機 最近很多漲的中低價股 包括最近強的神盾集團 那個都是一樣 都屬於轉機這一類型的 那當然那些漲多的股票 你也不用去買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只是主力 怎麼出貨的問題而已 沒有股票永遠只漲不跌的 對不對 那些錯過的沒關係 我們去找什麼 找同樣的機會 那同樣的機會 那同樣的機會 如果大盤我看得出來 去年我能找到 二十幾檔超過三十幾%的股票 找倍數的也很多檔 倍數的一檔兩檔 倍數的也很多檔 花虎也漲倍數 我們去抓嘛 一定也找得出來 所以我說過了 轉機 轉機 這個基本面的題材 也是多重題材 最主要是去年股底 今年爆發 對不對 還有很重要 這個都是屬於我右側交易的那個 今天逆市大漲 我們不是看到漲上來才發抗訊 帶我們會員去買 我們還沒有漲之前 我們就事先布局了 今天大盤跌 你去看一看今天大盤跌 上漲的股票有幾家 上市的一百多家 跌了十檔股票九檔下跌 上跪的好一點 跌了八百多家 漲了一百多家 對不對 那這些跟你股票有沒有關係 那不是今天漲而已 要後面能繼續漲 這個才是最重要 那我挑的不是說 今天漲就只看今天 不是 我告訴你的 都是有倍數機會的股票 我說過了 行情指數第一季不會好 會有反彈 但是有的股票會跌 有的股票會出現新的機會 行情怎麼走你不用去擔心 底部型態的股票 或者有轉機的 我都幫你挑好了 天塌下來你也不用擔心 有我幫你扛著 因為我跟你挑的股票 股票都是會漲的 那我說過了 我們 帶你賺的都是30% 波段起跳的股票 然後呢 這個專案是幹嘛 是幫你在折扣 優惠38給你 你跟上 行列就對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手上的股票 會不會漲很重要 不然啊 你後面的行情啊 越套越深的機率很大 因為今年的行情 我都規劃好了 好 那從整個產業面 裡面來看的話 我認為 今年半導體也有機會 但是我們今天可能來不及 講不完 講不完明天再來講 那整個半導體的話 2024年 預估的產值 大概有4.29兆的新台幣 整個半導體業產值 大概成長13.7% 那半導體產值 特別是什麼 AI 新能源 智慧聯網 它會成為主要的成長動能 所以機會在這裡面 整個AI伺服器電動車 有機會在2027年 達到倍數成長 要從推動 推動半導體成長的主力 那AI伺服器電動車 5G 6G Wi-Fi 這個都在這裡面 好 那這裡面呢 各位 有七大趨勢 那七大趨勢啊 來 我們 講得完就講 講不完留著明天講 訂閱我的頻道 每天準時收看我的節目 對你一定有幫助 其他的不要看太多 因為你會受影響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嘛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嘛 誰告訴你會險或會跌的 是不是只有我 是不是所有人都告訴你看萬八 你會不會受到影響 會嘛 因為大多數人都看錯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大多數人看錯 能真正看懂行情的 只有我楊少凱一個 不會有第二個 而且我是視線畫給你看的 你去哪找這樣的老師 那如果沒辦法幫你賺錢 其他看不懂的人 能幫你賺錢嗎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嗎 好 七大半導體趨勢 第一個 第一個 總共有七個 我說過我們今天講 不管明天講 那這裡面文字很多 IDC預計怎麼樣 整個半導體市場 在2024年它會恢復什麼 恢復成長趨勢 那年增長率在多少 在20%以上 這是第一個亮點 第二個亮點是汽車市場 汽車市場 ADAS估計 那個佔據汽車半導體市場的 最大的佔比 到2027年的 年複合成長率 大概19.8% 那佔汽車的半導體市場 約多少 約30% 那資訊營那個佔多少 它是汽車半導體的第二佔比 在汽車智慧化 還有那個巴拉巴拉巴拉 年複合增長率14.6% 佔市場的20% 還有34567 來不及講 這只是告訴你們怎麼樣 從產業面去選擇股票 那當然 對著產業 也要對著股票 也要對著進場時機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把握的 來 這個專案 跟著我就對了 相信我好事就會發生 直接關機 我們跟各位講到這裡 你們在會 我們將獨立判斷 前線評估 並不投資風險